捷徑的清新風氣 領略最雄魂的血液風光 感受最神秘的歷史文化 體驗最聖潔的藏旺氣力 青藏鐵路即將出動囉 從楊八景出發 這個階段是當雄 美好的回憶 青藏鐵路的介紹 從1958年最早開始的第一段 從青海省的悉尼 到了青海省的戈爾木 這是在1979年這段完成的部分 再來呢第二階段 再從2001年的6月19號 一直施工到2005年的12月15號 全長施工的有1142公里 直到了2006年7號 萬眾期待的青藏鐵路正式開工 所以呢在人們這麼 齊工的這寬敞明亮的車廂 從西林出發 一路飽覽柴達木盆地 插爾汗沿著昆倫山 各個西里無人區 長江源頭脫脫河 湯古拉雪峰 將沙昆羊的齊地廣闊的風光 最後抵達西藏的首都聖城拉上 青藏鐵路的大氣功城 部段上 青藏高原 號稱世界巫階 地球第三級 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地高原 青藏鐵路和拉段 全場1142千米 途徑海拔4千米以上的地段 960千米 穿過連續多年共同區 555千米 翻越唐古拉山的最高點海拔 5072米 比此前世界海拔最高的 壁爐鐵路最高點 4817米 高出255米 多年洞土 高寒缺氧 生態脆弱 是青藏鐵路建設的 三大問題 也是世界高原鐵路建設中 尚未解決的工程技術難題 在世界攻擊上修筑這條 世界上海拔最高 陷入最長的高原洞土鐵路 是人類鐵路建設史上的偉大壯舉 青藏鐵路和拉段 自2001年6月29日開工以來 在黨中央、國務院等親切關懷下 在青藏鐵路建設領導小組的正確領導下 在國家有關部門和青藏兩省區的大力支持下 各參見單位和全體建設者 認真建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論 緊緊圍繞建設世界一流高原鐵路的目標 按照拼搏奉獻 依靠科技 保障健康、愛護環境 正創一流的建設方針 貫徹列車運行時間最短 運營設備高可靠、少維修 沿線基本實現無人化管理的基本要求 大力弘揚 挑戰極限、勇創一流的青藏鐵路精神 工特三大難題 2001年首戰告捷 2002年再創佳計 2003年全面攻堅 2004年整體推進 2005年全線貫通 2006年7月1日 這項原計劃總空期六年的火軌工程 平前一年全線通車、投入運營 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鐵路建設史上的奇蹟 青藏鐵路格拉段 設計年輸送能力為特車8對 單向貨流密度500萬噸 建設總投資330.9億元 這是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標誌性工程 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 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深切關懷 青藏鐵路的建成通車 結束了西藏門遊鐵路的歷史 填補了我國鐵路網的後來 必將進一步改善西藏的交通條件和投資環境 加強區內區外的經濟文化交流 減少運輸成本 促進資源開發 特別是促進旅遊業發展 為西藏經濟社會賣上更快更好 科學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提供可靠的運動保障 青藏鐵路的建成通車 圓了中國人民的百年夢想 顯示了我國科學技術工程技術的實力 不僅是青藏鐵建設者的光榮 更是全體炎黃子孫的驕傲 青藏鐵路 青藏鐵路可以看到整個世界是最高的 高原鐵路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鐵路 就坎古拉山車站 還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鐵路 有個烽火山隧道 世界最長的高原動土的隧道 就昆門山隧道 在世界上最長的動員鐵路橋 清水河大橋 世界上海拔最高鐵路鋪下基地 在安多縣的部分 海拔有4704公尺 2006年7月1號正式出發 從1958年一直開始 至今接近24年的磨難 在1984年5月1號正式開通了 西寧道格爾木這第一階段的部分 在第二階段 在從2001年6月19號 在準備第二階段的工程 花了4年的時間 終於完成 在2006年7月1號再完成 全長1,142公里 但是清障鐵路全長 總長是1,956公里 穿越高原腹地的格爾木到拉薩 海拔超過4000公尺 太多太多 專機節目時間 在這次節目時間裡 給大家談談高原旅遊助理事項 高原缺氧反應及防治措施 清障高原地時高峻 清障鐵路 關於缺氧怎麼反制呢 請注意聽 缺氧 低溫 太陽不射強 日空差大 大光灰燥等 雷線入策略的高原氣候 從北海拔地區來到高原旅遊客 由於氣候等方面的急劇變化 超過了正常的機器自動調節的線路 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缺氧反應或者疾病 其症狀常見的有 頭痛、頭昏、清荒、氣短 食育不振、惡心嘔吐、腹脹、胸悶、胸痛、洗髮無力等 微重時血壓崩高、心跳加快 甚至出現婚禮狀態 醫學上將因高原缺氧而表現出的種種症狀 稱為高原市民負責性症 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高原法律 從平原地區進入高原後 人體出現的調節性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心力 平原地區正常賣國為美金中72次 出到高原時賣國可增至美金中80到94 各別人可達美金中100多次 但適應一段時間後可以恢復 二、呼吸 呼吸系統在輕度缺氧時 首先表現呼吸加深加快 隨著缺氧症一段加深 呼吸頻率和靜音的加快 人們會感到訊問氣短 適應後能夠逐漸恢復到原來水平 三、血壓 零原地區正常收縮壓為110到120毫米公柱 收縮壓為70到80毫米公柱 出到高原 由於血管感受氣座永隔、體液等影響 會是人臭皮膚、腹腔瘡器等處的血管收縮、血壓上升 從而保證經常冠狀瘡動脈、腦血管內的血液功能 所以,出到高原時 人臭血壓上升10到20毫米公柱是正常的 適應後會逐步恢復正常 四、消化系統 進入高原後消化腺的分泌和胃腸道蠕動受到抑制 除胃腺分泌稍有增加外 其於消化食物的過夜、腸液、膽脂等分泌 都會在平原時有所減少 導致腸胃功能明顯減弱 由此可能出現食慾不振、腹脹、腹血或便利、上腹疼痛等 系列消化系統的亂症狀 在高原生活了一段時間後可逐步恢復 五、神經系統 中蘇神經系統特別是大腦對缺氧積累動感 輕度缺氧時整個神經系統興奮性增強 表現為情緒高昂、隱形動盪 繼而可能出現頭痛、頭陰、失眠等症狀 進入較高原生活